貼每次上課的影片連結 所以如果假設 有一些細節你比較跟不上的話 除了說可以在雲端上面可以 看到那個相關的參考資料之外 然後另外你也可以 從那個 Poto裡面的那個最新消息 也可以看到每一次 上課的連結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總共有四段影片 那你可能如果比如說你上個禮拜對樞紐分析表啦 樞紐分析圖比較不清楚的話 可以再複習一下 那另外上禮拜還有什麼 Test跟Nest 就是這個函數啦 總共三個函數怎麼把它串在一起 的一些相關細節 如果假設 你對這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那底下有一個完整的影片連結 回去可以再自己再把它複習一下 又把那個影片盡可能錄製相對完整 然後當然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一樣可以在影片下方可以提問都沒有問題 盡量還是 比較完整的了解 不要說似懂非懂 除了懂之外 可能還要熟練 如果要熟練的話可能還是要多多練習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同學應該都 了解這個東西 的一個 可能過程 但問題就是 不熟 可能一下 忘這個一下忘那個 所以最後做出來可能就 缺一個步驟就不行了 所以要整個一串的 衝衝把它玩 等一下我們要再看 我要做一個聚集錄製 所以第一步 請各位就是先把 之前的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 這個step 1 第二的話就是 打開開發人員 找到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 之前 顧名思義 錄製的話 其實有點像那個 攝影 就是錄影一樣 錄影的話就是 你不能NG 所以 我是建議 你要做之前 你要先彩排 所以剛剛有三個步驟的彩排 如果你確定OK的 沒有問題 你再錄製 不然的話你直接錄製 一定會NG NG的要重錄 重錄沒關係 你就同樣的名稱 再給它一次 它會問你說要不要取代上一次 的聚集 你就取代掉 OK 反正錄錯了 沒有關係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方法會的話 以後就不用重做 我是建議有些事情做一次就好了 不要一直反覆做 實在是 自己都感覺蠻無聊的 怎麼樣有效率的工作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未來的工作 如果你可以做的很有 相對的 第一個有一個 專業度 第二個 自然而然會比較有 成就感 相對如果你的工作內容是比較專業的話 相對的 我覺得 在社會上也相對比較會被 受到 某部分的尊重 如果你的專業度夠的話 我想應該 理論上不太會 還是或多或少 會有一些 相對應的 感覺價值 所以你要怎麼樣提升 自己的 價值 OK 而不是說你今天是 用命令的方式 你一定要尊重我 沒有 你反正 你自己提升自己 當然人家自然而然會覺得 這個人真的是不錯 OK 然後你自然而然會覺得 這個人真的是有三兩下 有一點料 OK 而不是說 好像硬是要人家 要 服從你 或者是要 要聽你的 OK 我是不是會這種人 我是盡可能 反正我們自己先努力 先做到 不要要求別人 OK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的話 一樣會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如果假設有些細節 不太清楚 沒關係 再看一下 OK 我們接下來就來做了 剛剛的動作就是 1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 2打勾 3快點兩下 所以我把它錄下來 第一個我先按錄字聚齊 然後記得 游標先不要放在 這個 1、2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放了 你將來點這個動作 它就不會錄進去了 你已經在那裡了 它就不會錄 所以你記得 游標一定要放在 這個儲存格以外的 任何其他儲存格 你這樣點 它才會錄進去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來開始 錄字聚齊 然後打個名字 他問你說 這個聚齊名稱要叫什麼 它叫做串接 這個名稱 你可以取別的沒關係啦 我想說這個應該叫串接比較簡單 因為就是把三個 欄位的資料串成一個 OK 按確立 接下來就不能NG了 1 游標放在 1、2儲存格 2 在點選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打個勾 因為為什麼要把公式輸入 那你想說 老師那 我可不可以上面不要公式 我自己重打個勾 也可以啊 可是問題你在太多位時間了吧 反正直接打勾就好了 OK 3的話 向下填滿 那你想說 老師本來不是有了嗎 其實我們只要是錄進去啦 有的話沒關係 反正就把它 蓋掉而已啦 OK 我們只是要錄那個動作 而不是說管裡面有沒有東西 沒關係 我們就是向下填滿 記得喔 在這個儲存格的 右下 右下會有一個什麼 這個叫空點 記得喔 左鍵快點兩下 你要點準喔 而且你要連續喔 你不要中間鍵格 點兩下 OK 它就會往下跑 那就OK 表示你已經 錄製完成 第一個了 OK 你就停 記得喔 錄製完成之後呢 請 務必 一定要按下停止 因為之前好像有同學喔 沒有停下來又繼續錄 當然就會沒完沒了 OK喔 記得停止 好 那我們就完成第一個了 第二個的話是清除 那清除一樣喔 錄製然後呢 清除 OK喔 我們就是打個清除 好一樣喔 按確定就不能NG了 按確定 1 儲標放在12儲存格 2 清除嘛 Ctrl 按住 Shift 按住 然後再按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好 那你會看到它就幫我選到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個儲存格 你想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用滑鼠這樣慢慢拖拉 其實到 錄下來其實也可以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錄下來 它會有很多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加在這個範圍 假設啦 它不止100 可能101 102 如果能增加的話 那怎麼辦 你如果用 滑鼠這樣拉 它就固定在100 可是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它就會 向下追蹤 反正到這個 最下面的 一列就對了 最後記得喔 1 儲標放12 2 Ctrl Shift 向下 再執行 比如說你要確認說 你剛剛錄的是否成功的話 那你可以按一下 串接 按執行 你會發現這個 再幫你執行過一遍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按執行 就清掉了 如果你假設啦 你看到的結果 都OK 沒問題的話 那再來的話 就表示說你已經完成了兩個句型 串接跟清除 那 如果你直接在這邊執行 其實也OK啦 可是問題喔 你會發現 還是不方便啊 所以最好 將來這兩個句型 我希望變成兩個按鈕 兩個句型變兩個按鈕的話 那當然喔 我錄製完之後 那我怎麼讓它變成兩個按鈕呢 那其實特別注意喔 按鈕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開發人員的插入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插入 這邊有一個就是 按鈕 記得喔 它好像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這個 下面這個 不是這個 記得要選上面這個 等於是 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那它的操作方式有點像小畫家 你按下它之後 拖拉一個大小 就是往那個什麼 往右下拖拉 按鈕要大要小 自己決定好了 反正 你覺得要大 你就按住不要放拖拉這麼大 如果你不需要這麼大 你就大概這樣OK了 把它放開 放開之後它問你說 那將來這個按鈕 如果按下它 那你要執行哪一個巨席啊 你跟它講說串接 OK 另外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你按確定就知道了 因為它上面的名稱叫按鈕3 那怎麼辦 你可以在點按鈕3的前面這邊 把名稱delete掉 貼上去 串接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那你點點看 點下去 可以run 那表示是成功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還有下面的清除 清除怎麼做 一樣嘛 你就再拖拉一個 按鈕 然後呢這個叫清除 一樣的方式把這個名稱複製 並且把按鈕4 delete掉之後貼上 這樣的話 就完成 點旁邊一下 再點清除看有沒有成功 有了 所以今天的話 至少你要做到 像這兩個按鈕的結果 OK 那我把重點 再 回顧一下 1 彩排完之後 錄製聚齊 然後就錄製之後呢 輸入串接 然後就 2打勾 3向下填滿 錄下來記得停止錄製之後 那就完成第1個 那第2個清除一樣 3個動作 那最後呢 從這邊執行看看 如果這邊執行 OK 之後的話 你再到 插入這邊有 按鈕 把這個按鈕給建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